你爱钱 写牌位不要跟人家谈钱 随缘他要 随缘你也不能讲 对不对 他如果问 那你就说随喜就好了 你不要讲说 你没随喜写牌位没用 谁规定了 他说我没钱 我们师父讲了 没付钱没用 那我说那是你的想法 不是我们的想法 但是各位要知道 现在中心越来越多 山高皇帝远 各有各的想法看法 好像不给钱不对 那事实上这是错误了 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统一作业 也希望各联络人 各个义工 大家能够维持这种 慈悲与智慧的原则 来服务广大的 过去没服务到的众生 对不对 千万不能说 光我们这一堆人 所以下回我们每次法会 要问新人 请举手 给他贴一个花 新人 所以来问一下 我们云林观音堂 观音讲堂 第一次法会 第一次来参加的 举手 给他鼓掌 希望你常常来 不要来一次就不来了 但是老人要进步 对不对 然后呢 新的我们让他一步一步来 希望有更多的新人 所以 但是你新人 我们希望对方 大家不要跟他们谈钱 有的没有的 因为我觉得佛法要的是慈悲 有慈悲 不用烦恼 对不对 不用烦恼 因为自然因缘成就 如是因如是果 不要去管这个事情 所以我也希望 喜欢木款的也很好 但是你不要把木款 成为别人的压力 苏夫 你的木款还来 我不知道怎么办 他为的是生命电视台 他讲的对方不给他 好像很对不起他 你敢撸 这个也不是 因为海涛法师 从来不看业绩的 我不管这一套 我只是觉得 这个东西 人家写了 你就要给人家报告 了解吗 而不是说 今天你木款多 我要对你 另眼看待 对不起 我看到你都不看了 你还另眼看待 因为我只是觉得 不需要这样做 因为你不能增长 对方的贪嗔痴 这是最重要的原则 但是我们感恩对方 那是应该要做的 这一块跟十万块 心态是一样的 但是人家供养十万 你总要看到我 你好 谢谢你的十万块 我知道 有没有信我 我家宅 我十万担了有声 手看到我 还有个 哈喽 因为这是人性 那是没办法 对不对 对我来讲 还是空性 我没有分别的 但是对方 是凡夫 我们要有凡夫的方法 来帮助 我以前我有个师兄 他供养越多 我才不理他 他要谢谢我 我们要替他花这个钱 很烦的 我说师兄 你实在是 很直 适合修阿罗汉 我帮你出去 我还帮你写 这个不是给我 给他 他就高兴一点了 你给公的 我什么好 这个也太现实了 给他 他就很客气 师父在供养你的 这个好 这个是信徒 好好好 你光给公的 跟我没关系 这个叫公务员心态 这也不好 所以我想各位 这不是他对 原来他讲的 另外一个套 后面后面你就听到 如果这包给你 他就欢迎 但是给公的 我有什么好高兴 所以我想这个 还是凡夫心态 不值得鼓励 但是我也听过 他给五百块 还写什么 他给五万块 才给他写名字 哎呦不好 对不对 那这个是钱的世界 这麻烦了 所以我想各位以后 我们云林 还是要很多扩展 为什么 云林的人 还没有学佛的 都是我们责任 对不对 已经学佛了 我们如何提升他 更发普提心 这云林 还有一个友情 孤魂野鬼 还没超度的 那是我们责任 所以我希望云林地区 各位要多主 祝念团 烟共团 浑木超度 没有特权的 任何人都可以祝 好不好 多几团 多几个去布施 不是说 就像我到别的地区 我这次去 他们开会 海盗马斯 加入你们义工团 很累的 好像不跟这个联络 麻吉麻吉 像黑道一样 那我马上公开 多成立三个中心 你们自己弄一个 OK 对 不用 你们不相联络 没关系 所以 我不能强迫人家听他的 因为你如果做一个组的组长 这个人不听我的 我就不高兴 那这个组长有问题 所以我不很喜欢用什么长 什么长 那个长就是 很麻烦的 这是大家就是 同一个 所以各位 云林多开十个中心 好不好 各自努力 对不对 那不是很好 我不是针对云林 是每个地区 我都跟他这样说 你就尽量做 我就怕你不做 你不希望 我没关系 你再成立一个 你去做就好了 你不需要跟我做 因为 只要你去慈悲就对了 就对了 你要去关心老人院 孤儿院 虎牧区 你只要去关心学校 你就去做 应该的 这不是 这依法不依人 但是因为我而不做 那不应该 这是你的借口 所以我希望各位呢 你要 要发起这个心 去承担 承担到你有助援 就代表你有成功了 那助援不是攀援 我拉了五六个人 要听我的 不听我的就不行 我们台北中心 也发生重视 就比如说 这个信徒在 在扶持一件房租 最近他打电话来说 他不扶持 我们想说 哎呀 生意不好 赶快回线给他 赶快回线给他 希望生意好 原来 为什么 换了一个法师去 他就不爽了 本来是这个法师 在那边帮忙 后来他忙了 那我们请别的法师去 他就不爽 他说这样 那又不是我师父 对不对 我宁可不要法师来 我就放我师父的录音带 你们都跟着拜就好了 他们就跟我反应 师父怎么办 这个怎么办呢 这个要 要请他下台了 因为他这个 他可以去那个法师那边 做信徒 做办 但是这个新的东西 不能交给他 因为他这个执着了 麻烦了 他排斥别的法师了 不听我师父的不行 那这个有私心的 执着了 那这个意义不大 所以我想佛台会讲 依法不依人 法是慈悲 法是放生 我们在做的 助念 关心老人 希望大家 一定要开发 不能把佛法 就当做我们这几个人 这边办办法会 叫佛法 念一下 以社会为道场 对 社会每一个角落 希望大家 去菜市场 发传单 对不对 发白话地藏经 在菜市场 立个牌子 免费超度 堕胎胎儿 对不对 不然你就去 素食店贴个牌子 免费超度 请素食店老板 体谅 因为海盗法师 这边愿意 他如果说不行 我叫我书卡 给你 OK 我一定跟你说 对不对 贴一下 免费超度 堕胎胎儿 对不对 请自由登记 留个代号 那我们就帮他超度 那以后要发展了 超度祖先 超度 往生者 胎儿 助念关怀 虽然我们没办法 每个都去助念 至少你往生了 名字给我们 我们马上在法会 拍个照 传给你 我们大家帮他助念 帮他回向 让家属也觉得 比较安心一点点 但是你不要跟他提 你要放生哦 你要点灯哦 不要跟他提这个 除非对方说 哎呀 师父 你或法 或是居士 你帮我做工地 我没时间 这样可以 那我助你 但是不是要求对方 因为我们台湾人真好 你给他讲 他不得不给 好像不给你 不好意思 但是这样是 很不好的习性 所以希望我们 在各地方中心 都没有这个压力 那过去你受到什么 委屈 那以后也不要让别人 有这个委屈 比较重要了 所以我认为 以前我学佛的时候 样样要钱 我都给钱的 后来我出家了 我发觉 样样要钱也可以 因为但是度的人太少了 佛教会萎缩掉 应该符合清净的标准 样样不要钱 出家人呢 少谈钱 但是谈的钱是众生的 不是你自己的 为了利益众生 而可以去帮助 所以在这一点 大家努力了 有一次我这边念 等下我下课 另外一个 臉壞壞 叔叔 那本来我的信徒 怎样钱搞掉 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 我说这个你要检讨 人家就不想 把钱交给你 交在别的中心 你要检讨是你自己 难道你要去骂对方 那这个人就不适合 再做这个工作了 了解吗 我现在最难的 如何让对方 不要再做这个工作 因为他认为我不做 不行 我也不给别人做 如何如何 这些都是一种 人性很不好的 那个做法 你要检讨是 为什么别人 不交到你这边来 所以在这一点 有时候念也痛苦 不念也痛苦 有些括号 师父不要念我名字 没得被那个师父听到 我都不知道怎么办 因为师父在现场 有时候我 咳咳咕咕咕 也不知道怎么办 所以这个不能把 世俗法 拿到佛教里面 行有不得 反求诸己 检讨自己 对不对 你老公有外遇 你要检讨是你自己 为什么让你老公有外遇 那这个时候 对你修行有帮助 那你改变你自己了 改变你的心态了 也不见得你老公会回来 那至少他会 哎哟尊敬 哎哟改变了 面对无常 那事情因为你心改变了 不怪对方 一夜就改变了 就是这样 本来对方是来 跟你讨感情债的 对方外面那个男的女的 但是因为你心改变了 他就退掉 他就不给你 所以人有外遇啊 老大老二 这个都是有溯源的 这个源很深的 他就故意要来抢你的爱情 不是针对爱你老公 是针对你而来的 是因为你欠他情债 他才会给你要债 那如果你怪罪对方 反而火上家伙 如果你检讨自己反省 对方看到你改变了 他就改变了 你这样他就这样 对不对 不叫讲源其法 不然这个不共戴天的仇 哇 生生世世 就报不完了 所以各位了解 如此我们不敢造业了 一点都不敢 你把一只小狗杀了 那个母狗生生世世 找你报仇 你只要生小孩 那让他死 这个百分之百的跑不掉 你喜欢吃人家的小鸡小蛋 那以后你 你就 你的儿子女儿 就会出现问题 小时候就生病 乃是暴毙 因为你专吃人家的小孩子 所以这一次我们 下个月要去泰国 要努力宣传 因为泰国人 华人的习惯 拜祖先 不拜烤乳猪 不孝顺 所以清明扫墓一到完蛋了 那些小猪可怜了 这个就是佛教 没有进到那边 变成迷信反而超过佛教 虽然泰国是佛教国家 那去马来西亚更好玩 马来西亚所有华人 清明扫墓 大哥去拜 二哥就不能去 一年只能去一次 要么就大哥 二哥三个 全部都要到那一天 其他时间 没有人可以去 所以马来西亚的墓墓 一年家人只看一次 其他都不能来 三百六十四天空空的 而且女人不能去扫墓 这是错误的风俗 所以整个马来西亚 华人世界 是流行这个的 那这种传统的话 你要去改变 父母当然希望 我们每天拜 对不对 偶尔去看看 人家老外没有这个 每天都去献个花 每天都去 故意就买比较近一点 所以我想这些 我们每个地方 还是要去了解 了解怎么样去 改变他们的风俗习惯 好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险 慈悲的奉献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动物泡酒 恶果来找 很多人 认为 鲓 indoors 鲜汤 融赶 跟每天喝一瓶是会员生的 而且还能以毒攻毒将体内的毒素清理出来 是的,药酒可是好东西 每天喝点对身体是极有好处的 是吗?那给我来一瓶 哈哈,我也买一瓶 赵大叔非常迷信药酒 他认为药酒能治百病 因此他每天都会喝上几口药酒 赵大叔的药酒里泡的东西非常多 有海马,隔剑,还有一条非常大的蛇 难得老朋友,你今天能留下来吃顿饭 今天中午我们俩可要好好喝上一杯 你怎么还喝酒啊? 要知道喝酒可是对身体不好的 我当然知道 不过我喝的可不是一般的酒 我的酒不仅不伤身体 而且对身体还有很大的好处呢 是吗?难道是药酒? 对了,我的药酒可是非常棒的 里面泡了很多味药材 走,我带你看看去 赵大叔家的药酒里面的药材非常多 酒瓶底部是一层厚厚的枸杞子 枸杞子上面这是隔剑,海马 还有一条长长的蛇盘在里面 你看,我的药酒里泡了多少味药材 这是枸杞子,还有隔剑,海马 当然,最名贵的还是这条蛇 这种蛇可是很难捕捉的 用它来泡酒可是最捕身子的 赵哥,你这瓶药酒可真是难得啊 当然了,买这瓶药酒我可是花了很多钱的 等到中午你一定要和我喝上一杯的 嗯,好的,这么好的药酒我哪里能错过 每次有朋友来做客 赵大叔都会介绍自己的那瓶药酒 一些朋友也因此喜欢上了喝药酒 于是便也买来那些泡有蛇和其他动物的药酒来喝 老赵,这酒真是不错 喝下去感觉身体暖暖的 改日我也去买一瓶来喝 对呀,这种酒就应该坚持每天喝一点 对身体可是极有好处的 有一天,赵大叔在家里款待一位学佛的朋友 小顺,我让你看看我家里的好酒 今天中午我们哥俩一定要喝上一杯 赵哥,你是知道的,自从我学佛以后就不喝酒了 我的酒可是和普通的酒不一样 你见了就知道了 你看,这酒怎么样 啊,你这瓶是泡了蛇的药酒 是啊,这条蛇可是很名贵的 用它泡酒是非常补身子的 赵哥,这酒怎么能补身子 你将动物的尸体泡在了里面 并且每天都要喝它 这也是在杀生啊 这条蛇被困在里面得不到超生 将怨气全部凝聚在了这酒里 你喝了这种酒,不但不会补身子 还会毁了你的身体的 小顺,这你可说错了 这条蛇又不是我杀的 我怎么能算是杀生呢 而且,我喝这药酒这么多年了 只感觉身体越来越好 丝毫没觉察到它在伤害我的身体 老弟,你想多了 赵大哥,等到你觉察到 它在伤害你的身体那一切就都晚了 你还是赶快将这瓶酒里的动物 捞出来埋掉 并念经超度它们吧 不行不行 这酒你不喝就算了 干嘛要毁掉呢 你们学佛的人总是这么迷信 唉 赵大叔对于小顺的劝告都充耳不闻 他依旧每天喝着这瓶药酒 然而,几个月后的一个晚上 赵大叔突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这是什么 一条被泡浮肿的蛇 不要过来,不要过来啊 真是一个奇怪的梦 我怎么会做这种怪梦啊 哎呀,好疼啊 我的肚子怎么突然痛了起来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 身体突然不适的赵大叔急忙去了医院 然而,检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X光片显示 一条蛇状物竟然浮在他的膀胱上 老赵啊 好好的你怎么会突然病倒了呢 哎,别提了 我这次病得实在太奇怪了 昨晚我做了一个怪梦 梦见一条被泡得浮肿的蛇 钻进了我的身体 结果醒来后便觉着疼痛难忍 老赵,不会真的有一条蛇钻进你的肚子里了吧 那怎么可能 我刚拍了X光片 是膀胱出了点问题 啊,怎么会这样 怎么了,我的问题很严重吗 赵大哥你看 你的膀胱上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看上去有点像肥肥的黄鳝 这不是黄鳝,这是蛇 就是昨晚我梦见的 那条被泡浮肿的那条蛇 天哪,难道说它真的跑进我的肚子里了 老赵,难道你最近吃过蛇 我哪里有吃蛇呀,你是知道的 我从来就没有吃蛇的嗜好 这条蛇看上去被泡得浮肿了 这说明它应该是你用来泡酒的那条蛇 啊,这怎么可能 赵大哥,我曾经劝过你不要再喝那些酒 赶快将里面的动物捞出来埋掉 否则可是会伤害到你的身体的 我看这个蛇撞窝,不过只是看上去有点像而已 哪里会是因为喝了药酒的结果啊 我想也是这样的 要是我的膀胱里有条蛇 那医生早就跟我说了 是啊 老赵,你的病医生会治好的 你就放心好了 唉 然而赵大叔在医院里治疗了一个多月 命情也不见好转 反倒晚上经常梦到那条被泡得浮肿的蛇 在自己的肚子里 嗨,你不是喜欢喝用泡过我的酒吗 现在我跑到你的肚子里来了 你感觉怎么样啊 谁,你是谁 哈哈,我在你肚子里 哎呀,好痛啊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在医院都住一个月了 我的病情怎么一点都没有好转啊 难道我真的是因为喝了泡蛇的药酒而遭到了抱呀 第二天 第二天,赵大叔约了那位学佛的朋友 一起将酒瓶里的那条蛇和其他的动物 用筷子夹了出来 放在一起 并对着他们忏悔 你现在相信我的话了吧 你这是遭受到了报应吗 小顺 小顺,我有些信了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呢 我们先将他们捞出来 并向他们忏悔 然后为其加念网声咒 最后再将他们埋掉吧 好的,我听你的 对不起 没想到我给你们带来了那么大的伤害 现在为你们念经超度回向网声 以前对你们做错事情 跟你们说声对不起 赵大叔埋葬了这些动物后 便回到了医院 从那以后 他再也没梦到那条被泡芙肿的蛇 而且他的病也奇迹般的好了 这几天你的气色很不错啊 感觉怎么样啊 这几天感觉非常好 而且也不做噩梦了 你的检查结果已经出来了 你的病已经痊愈了 真是奇迹 前几天还一直不见好转 这才几天的时间 竟然一下子就康复了 啊,这么说我可以出院了 是的 你现在就可以办理出院了 小顺 你说的没错 那些药酒真的会毁掉我的身体 真是多亏了你 否则我会一直错下去 那样一来 降在我身上的果报 也会越来越严重 是的 在这个地球上 有三种生命力 自然 动物 和人类 我们都是地球的生命体 我们应该彼此关怀 互相关爱的 互生功德书圣行 无边圣福皆回向 普愿成立诸众生 树网无量光佛叉 十方三世一切佛 一切菩萨摩合萨 摩合波哲波罗蜜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